名人同学会今天要看的是高雄县长杨秋心了 老同学说啊 以前他都不爱说话很安静的 怎么会跑去从政呢 同学们都叠破眼镜 这杨秋心 当时这是他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吗 他其实在班上是非常的 那个 忽乐吗 非常内向 翻开台湾大学68年的毕业经济册 图木系的毕业学生里头 这位戴着黑框大眼镜 表情有点严肃的男生 就是现在的高雄县长杨秋心 与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曾大人 现在则是国工局局长 他说杨秋心绝对是班上最腼腆的男生 所以我们大家都吓一跳说 怎么会 怎么他怎么会去从政这样子 因为挺早在木讷 因为他平常不爱讲话 就非常安静了 不论是学士照 还是校外教学的照片 都看得出来 杨秋心不但表情不多 个子也非常娇小 常常蹲在前几台 说起来杨县长 曾大人说是简直跌破所有同学的眼睛 完全想不到啊 就是同学都不会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熊变滔滔嘛 这个非常的 变才无碍 对 非常的变才无碍 就是我想应该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吧 真的是南大十八变 曾大人说 当年大学办联谊 杨秋心还因为个性害羞都没有参加 谁叫县变成了大县长 更巧的是 他还跟祥秋心是成功领的同一级别 有个班长不知道队他特别喜欢 叫他去喊口令这样子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就是 比较类像那一种 然后叫出去 然后站在队伍前面喊口令 那感觉就很有喜感 当时娇小木娜的男生 和当年班上的风云人物 一个变成了政坛的勇将 一个变成了公务部门的首长 两位大学同学走不同的路 但因为各自努力 各自拥有一片天空 宠宁新闻 杨静明肖商与富佳新 台北采访报道